好 美国现在要搞这个集团对抗 所以搞了这个周边的国家 我们看到这个也很尴尬 一个不小心就是两边都得罪 对不对 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可是不站队的 如意算盘可能很难如愿 另外再来看看 这个南韩总统尹席月 最近一下子 把中俄两大核武大国全部得罪了 别忘了他的最大敌人北韩 也是永和的 这个第一个我们看到19号呢 他说如果乌克兰平民遭到大规模袭击 那么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样不止于人道主义 这一讲 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跳出来 像基辅供应武器就意味着 间接卷入冲突 俄罗斯不高兴 南韩的国防部发言人又说 没有收到关于这个乌军员的指示 韩国政府不会向乌方 提供杀伤性的武器 这个部分是没有变化 好 我们看到这一方面 另一头我们看到 惹得中国大陆也不高兴 因为尹席月本人 接受路透专访的时候 他讲了几句话 他跟这个访问 原文很长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其中有一句 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武力攻台的话 那么台海问题 就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而是全球的问题 一句话 一秒惹毛十四亿人 大概 他说台湾议题跟两韩一样 是全球问题 是吗 大千你看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立刻跳起来 朝鲜 就是南韩最大的对手 朝鲜可是联合国的成员之一 你们这个朝鲜 跟你们南韩 韩国之间的问题 跟我们中国台海的问题 完全不同 这句话一下子打中了要害 一下子打中要害 当然他等于是直接在驳斥 隐席月的谈话 然后南韩外交部呢 互主心切 跳起来 立刻讲了一段谈话 这个话讲的还真的是有够重 有没有 中方这番发言是 令人不得不怀疑 中国国格的严重外交失礼 他也是召见了中国大使 表达不满 讲到中国国格 你知道大陆十四亿网民气炸了 的确 就是当然 韩国外交部的这个谈话 必然会招致到很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个后果就要看南韩怎么去承受了 因为毕竟坦白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南韩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层面 对南韩做出一点点的这个紧缩 或者是明显的制裁 对南韩的企业来说都会有很大的打击 那么保文明的说辞并没有错 就事实上如果你就国际法来看 台海的问题跟南北韩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 一个中国原则 而这个中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小部分我们的邦交国是认为 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这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 所以不管是我们或者是他们 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而已 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是主张两个中国的 只是说那个中国到底是我们还是他们而已 所以跟目前为止南北韩分裂的这个局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汪文明的说法并没有错 那么但是我觉得像尹熙悦也好 或者是这个邦邦Marcus 就是最近的一些做法 让人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 这就是一个美中争霸 其他的国家想在中间左右逢源 得到好处的一个标准操作过程 你看这个南韩外交部是怎么搞的 照理说这个外交 主管外交的用词 这个潜质都会非常非常的精准 有没有 每个词会它所象征的含义 讲到怀疑国格 这个谈话你看到这个大陆网媒 现在全部炸锅 为什么会讲到国格问题 尹熙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讲话 这个神经很大条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讲话很粗鲁的人 所以他讲话难听 你说这一次讲的一点都不精准 也不正确 就像人对人啊 让我怀疑你的人格 这个还得了 他上次批评拜登也是如此 所以尹熙悦政府官员 这群人的这个素质跟水准 我们大概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期待了 但是我刚才强调过说 这样的谈话 是跟过去的国际惯例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过去外交部的发言 通常都要很谨慎 自争俱卓 然后讲话要很精准 这是外交部的发言 可是那外交部 这个南韩外交部 这一次的这个发言 是无限上纲到国格问题了 那么当然我相信中国大陆不会放着不理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中国大陆这么多民众都看得到这样的学习 所以中国大陆接下来 这是会有点民族情绪 他在后续上一定会对这件事情 做出一定的反应 这就好像这个马可思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尹熙悦也好 马可思也好 在美中争霸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希望维持他们自己所谓的主体性 他们都希望左右逢源 他们都希望两边来拉拢他们 他们都希望可以从两边拿到好处 这就是他们的算盘 但是前提是说 你也要真的 这个如意算盘要打得响才行 所以南韩已经站队了吗 我不认为南韩完全站队 就因为毕竟南韩 现阶段对于台海问题的发言 相较于日本 相较于其他的美国的盟邦 还是比较保守的了 他现在所提到的说 这个台湾问题是全球问题 跟日本的谈话中间还是有一个 一段落差的 所以我只能够说 南韩试图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讨好一下美国 那么也讨好一下台湾的民进党 那么但是能不能达到 这样的一个如意算盘 那你就接下来看中国大陆 要怎么样建招拆招了 好我也问一下这个亮哥 这个韩国时报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那个李在明 党主席就是跟尹錫悦差一点点那位 差0.8% 他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 尹錫悦的涉台言论极其严重 要求尹錫悦贯彻韩国不介入台湾问题的原则 说这样的言论会导致 令人难以承受的外交恶果 在野党已经立刻开记者会了 所以整个事态开始升高 那是在野党 现在在野党 其实我是关心的是 我同意这个大千的看法 就要看大陆上怎么回应 大陆回应如果太软的话 那就会被看扁 因为国际上就是这个现实 看实力嘛 因为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 没有像南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么复杂 对对 关系比较远嘛 那你大陆上 是这个汪文斌这样讲话 然后南韩外交部 就把他说国格 对因为汪文斌说实话 你看他的内容 他从这个法理上来解释 从国际这个庇位上来解释 就是谈单 所以没有情绪 谈事情 简单就是没有情绪 那南韩外交部 还召见中国驻南韩大使 是啊 其实几个标准 我要看大陆上怎么回应 第一个 大陆要不要召回他的驻南韩大使 第二个 要不要把南韩驻中国大陆的大使 给驱逐出去 请回家 第三个 更狠一点 就直接了当 把导弹卖给北韩 对 把那500公里的炮弹 就卖给北韩 就摆在38度线 看你拿来干什么 这个就是 刚才亮哥讲的 南韩在野党 讲的话嘛 他马上就担心起来 不过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好像要当大善人 大概不会那么强硬啦 但是如果不会这么强硬的话 大陆是不是要 要在国际上 站稳脚跟 我很怀疑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破口的 其他人就有样学样 有样学样 何况南韩是 是中国大陆最容易修理的 举个例子 当时很多人在拍美国的马屁 跟着美国的那种 是这种围堵中国的崛起的 不就是澳大利亚的梦里森总理吗 中国二话不说 封锁澳大利亚大部分的订单 他不乖乖下台了 乖乖改变立场了 义朝延现在不是吗 那你对于南韩你筹码更多 我随便想就有三个筹码了 狠狠的K他一顿南韩才会乖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对南韩不如 因为南韩这个国家 是康汉斯带 你验语点 他才会乖 你对他软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软弱 韩国的特征都在这里 你不信 你这个500门500门那个500公里的火炮 卖给北韩看他乖不乖